哈囉大家好,我是陳老師 今天本來沒有要更新 但是老師今天實在是遇到了一件非常 感覺很糟糕的事情 我們在這各位知道 其實這一件沒有什麼大道理 今天也沒什麼特別的主題 今天就是老師今天心情很不好 為什麼心情不好?老師也是的 老師也會心情不好 怎麼做心情不好呢? 今天老師遇到一件事情 什麼事呢? 有一位客戶還有我們這邊 我們幫他求職,也順利的 我們讓他懷孕 然後也生了三胎 一切都是感謝神恩 但是呢,小孩子嘛 你總是會有生病的時候 生病的時候父母就著急了 著急了怎麼樣呢? 有些他們的家人就覺得 奇怪了,之前好好的啊 其他姐姐,哥哥姐姐都好好的 為什麼?第三胎怎麼生病呢? 華人嘛,你生病除了問醫生之外 你會開始懷疑,是不是哪裡不對勁啊 什麼的 所以他們家人找一個老師 找一個老師 不是找我們啊 找錢老師沒有關係 就像我們看醫生也不見得 只會鎖定一個醫生 就是說你多聽聽別人的意見 其實老師一直覺得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說,沒有說 你說一定要 你是我的客人 我幫你服務很多次了 所以你一定要找我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呢? 那位老師怎樣呢? 開始我援手聽了 講到最後說什麼? 你這個大問題 多大問題呢? 你要三萬六才能解決 靠北 我是老師啦 其實我要維持形象 但是真的是聽到就覺得是說 因為客人把LINE給我們看 好 那是說 這個 我們都很久了 大概有十年以上的矯情 他就說 那這個狀況怎麼辦呢? 我們這其實很簡單講 其實我們不能攻擊同行 今天這篇大概不會有什麼字幕吧 我想應該 無倫次的感覺 應該不會有什麼字幕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如果今天小孩生病 他可能就是有一些 可能就是小孩子嘛 尿包尿布 有時候尿到感染啊 或者是咳嗽啊什麼的 然後咧? 你身為一個命理師 或者是你身為一個辦事老師 我不知道對方是誰 說實在是查不到他 他到底是誰 但是咧? 你怎麼可以跟客人講是說 你這個問題很嚴重 然後你要三萬六的紅包 才能解決這個 他才能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問題很複雜 生病的問題 今天我是老師 我也告訴各位 生病 我們看到生病 我們可以說 很多方法我們去講 但是手要你要注意什麼? 你一定要先去找醫生 為什麼? 因為老師他不是醫生 老師可以告訴你 你今天這個 我們今天遇到這個狀況 會怎麼樣的 但是首先醫生為主 我們可以怎麼? 幫你祈福 幫你加持 幫你幹什麼的事情 那叫輔助 因為這件事情發生 在身體健康跟疾病 這個事情不是你要解決什麼 心理的問題 或是你要解決你的命運的問題 或是你解決人生什麼樣的問題 不一樣 不一樣 你知道嗎? 數月有專攻 老師不能去包吵包吵 就是說 你今天 你所有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透過法師 法會 服務法 什麼都可以解決 這不對的 這是不行的 任何的 再怎麼厲害的 就講簡單一點 來講好了 你現在是劉伯溫在世 他也不能跟你講 他我包山包海 劉伯溫啊 神奇妙算劉伯溫啊 他能不能包山包海 我治病兼治國 兼治病 全部給你OK的 諸葛亮在世 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數月有專攻 你做什麼的 就去做什麼 你身為一個無數老師 三一命補下沒有錯 醫也在我們要學習 但是我們畢竟沒有執照 我們不是醫生 不是醫生 你就不可以 去給你的客戶 說你這個小孩的疾病 要透過法師來去做處理 這怎麼是一個對的行為呢 是不是這個 你怎麼 我今天不管說 他是不是說三萬六 今天無論說三千六 三百六 三十六萬 三萬六 都一樣 不是錢的數量的問題 不是因為我們收費本來就很平價 然後看別人是說很高 然後我們就吃味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你今天身為一個 身為一個命理師 就算你是法師 就算你會毛山素 就算你是降頭師 今天 個人的問題 他就是 小孩生病 小孩生病 吃力比較弱一點 那沒辦法 因為每一個小孩生下來 他就是有個體質 我們無論透過命名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幫助他好一點 但是沒有是說 完完全全的這個人 哇操 我們指定伯父之後 他自己人生的perfect 他完全不會生病 不會咳嗽 不會感冒 我講這樣你信嗎 不可能 不可能 就算是明醫在世 化陀在世 他也不能說 曹操你這輩子 他媽的腦袋切了之後 你這輩子不會感冒 不會生病 長生不老 沒有這回事情 所以各位 這種很奇怪的橋段 一直會出現在我們的華人社會 所以說你說 命理師這個行業 有時候被別人當什麼 神棍 隨便一個發言就被人家放大的解釋 就是說就會有這種人 他怎麼樣 他就喜歡去用這種 不正當的 其實老師敢這樣講 這是不正當的 你看醫生 一切都以醫主為準 一切都是醫生的 他的規劃 他的用藥 或是他體質的調養 這個你要透過醫生 營養師 不是你念筋做什麼 就可以改管 這絕對不是這樣 各位 老師有十幾年的修養 我們學習很辛苦 很多事情我們有形的無形的 我們可以去解決 但是 是警戒於我們的病理武術的範圍以內 你有沒有執照 你有沒有醫生執照 你有沒有藥師執照 你有沒有營養師執照 你有沒有心理諮詢師執照 這些都是一個 你不能超越 你這個社會中 你所要做成的法度 有人說 老師都敢這麼講 為什麼你不敢這麼講 是不是你的技術不如人 不是技不技術的問題 老師也曾經這十幾年來的職業過 從年輕職業到現在已經 都白髮 一半都白頭髮了 會有開始質疑啊 但是好 你質疑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要按照專業 你今天如果醫生他很年輕 你就不給他幹病嗎 沒有問題 我們再怎麼專業去做 信不信是 你是客人嗎 我們服務嘛 我們提供專業服務嘛 對不對 有些委任律師 律師覺得他覺得律師不好換掉 那代表律師不行嗎 不是 對不對 這很多很多的狀況 就是說 今天老是抱怨 今天反正 因為老師訂閱的數 今天只是 要講一下 老師想講的 真的是 這個各個觀念 老師覺得是說 命理界層出不窮的 老是會有這種 三萬六 六萬八 九萬二 然後咧 你沒有幾萬塊 你不能解決的業力 喔 這不可以這樣子 各位 各位好朋友 有訂閱我的一些貴人 請記得一件事情 不要去相信 沒有幾萬塊 就解決不了的事情 這個不是事 好 服務是有價的 但是你要先要想清楚 我們之前有個遊戲叫還願 現在因為政治關係要下架了 但是要想清楚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 做這個事情 你今天遇到的問題 你是屬於武術類的 那我們 在範圍之間可以這樣處理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因為疾病 因為一些 你其他有專業的人士 可以諮詢的 然後你不要來去說 這個老師我跟你講 幾萬塊可以幫你解決這個 這個疾病 這個官司 或這個 很靠背的事情 都不要去 去去去 去 believe 這件事情 這是 不可以的 我們提供建議 僅此而已 對不對 這些建議僅僅此而已 就是你看 我們舉個例 如果這個 這個律師打離婚官司 喔 那他能夠去 能夠去幫他調解夫妻之間的問題嗎 你站在 你站在你的客戶立場 你當然不能站在對方的立場去 為什麼 明知道你的當事人可能是 無理取鬧 但是你還是在你當事人的立場 去爭取他最好的權力 這就是律師 因為他的職責就是這個 他不用在乎 他老公是不是外遇 他對方老婆是不是爬墻 那是他們的家務事情 但是他的立場就要做好 他該做的事情 命理師也是一樣 法師也是一樣 今天處理是你生命中的三界的問題 不是你健康的問題 愉悅這個奋激 你就是變成詐騙集團 這不對的 收法會的費用 那就OK 如果今天那個老師說 你收這個法會的費用 我們可以幫你加持 辦這個法會 服務是有價的 OK 但是你就是說 你這小孩發育不是很理想啊 你他媽的才六個月 你是怎樣發育很理想啊 因為多少呢 他小時候收手長大很高的 對不對 這個沒有是一定是誰 什麼問題 不要什麼事情 都把它讓客人引導到 這實際他業力很重 不行 不能這樣講 這段應該要剪掉 不能罵髒話 當老師在包袱 那個偶像壓力很大 對不對 我們這個要注意 各位朋友 那老師也不去囉嗦 今天就是這樣 沒有很長 就是抱怨一下 不要去相信 是說 有人跟你講 他不是他專業內容 你又不是醫生 你是怎麼跟他講 你做完法事之後 他病就會好 那這樣子的話 請問一下 以前王永慶怎麼會死掉 對不對 所有錢人都不會死 他出了幾三十三萬六嗎 三千六百萬他也出 三億六千萬他也出 三十六億他也出 他怎麼會死 他怎麼會生病 是不是 沒有可能的事情 這個事情是醫生做的 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就是有分級 要空間 好啦 謝謝各位 今天就是講的這樣 希望各位 如果是說 是沒有遇到這些事情的 那就要理性一點 如果你是有老師跟你講說 今天他不是跟你做法 會幫你祈福 或是幫你改善 你這樣子的業力 這個是可以的 但是 他說做法 會幫你治病 吃健康 媽的 媽害死的 真的是 這種事情 真的是層出不窮害死 這 賈伯斯也是這樣死的 對不對 誰都是 愚蠢到這種地步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因為人在急的時候 什麼事 什麼疾病亂投醫 不是投醫的 你要不要投到誰 投到 投到法術去了 真是 不是很應該 我們 可以加持的 可以是說 幫你做功德 可以說幫你去 處理一些額外的輔助 但是 不可能是在於 做完法會 你病就好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我們要就事論事 我們的法 命理師 有命理師的專業 醫生有醫生的專業 醫生不能幫你解決 你生命中很多的一些命理上的問題 食運上的問題 他也不能告訴你什麼時候 可以讓你好 走走方向 讓你人是慢慢變好 因為他是 處理什麼 你的健康 我們處理什麼 處理你的命運 剛才你知道 人是在選擇路的時候 怎麼樣選擇的狀況 對你只有加分 就像導航一樣 絕對不是 包山包海 一手打天王 好不好 謝謝各位 如果 不好意思啦 真的是 如果真的是 這個 這個 視頻你看到了 請多包容啦 老師今天脾氣不是很好 謝謝 期待老師以後的單元 謝謝各位 拜拜